马洪斌 1884年出生于河州寒家籍 宁夏王马洪葵的堂兄 自从他的父亲马福禄在庚子之义中殉职 在叔父马福祥的抚养下 马洪斌与堂弟马洪葵一起长大 人们形容马洪斌面黑若妻骁勇善战 但是在堂弟马洪葵的眼中 马洪斌是个教门人 严守回教的清规戒律 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学先生 因为热爱儒家文化 以至于他连外号都被叫做是五种遗归 所以马洪葵背地里常调侃自己的堂兄是 我们家的圣人 当年的西北五马当中 马洪斌年纪最长升官最早 可是他的地盘却最小 他曾经被冯玉祥为认为宁夏省主席 也曾经被蒋介石为认为甘肃省主席 可是马洪斌没有一个能做得成 在民国时代的官场滕海 马洪斌可以说是一个劣等船工 他不会送礼 不爱应酬 不爱穿军装 一生没有入过国民党 然而当清华日军将战火烧到宁夏 年轻花甲的马洪斌穿起了军装 走上了战场 日本的一个远山阵营 沙漠殖树地带 他在恩克贝的地方殖树 就种树的过程 挖坑里就发现大量的尸骨 就问当地老乡猪 这是老习君的 他还在一个尸骨的腿 一个筋骨 骨缝里面发现了一个断的刺刀的尖 就是说敌人可能把这个 像雨点一样的来 打死的人一层又一层 战友们最后都倒在哪 是乌拉敖包 是乌不浪口 还是伊克赵某 老兵周靖朝接受我们采访时 已经93岁了 两年以前 他还能仔细地描述 当年他亲自的一切 经历的那场随息抗战 当我们的摄制组 在宁夏同兴县 一处偏僻的村庄里 找到这位老人的时候 那些久远的记忆 已经随风而逝 现在记忆里也不先来 反正他人和精神 也不是那么挺好的 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 也为我们来的太晚了 我听明白的 他讲的对不对 对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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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当年啊 多大去当的兵啊 十七岁 怎么去当的兵啊 怎么去当的兵啊 抓了去了 抓了去了 抓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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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军长叫什么名啊 那我欢迎电 民国时代的隋永省西部 也就是今天的 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区 随西 正是中国大西北地区的北大门 早在1937年 日军已在此地布下重兵 从1937年到1939年 日军战机四次轰炸宁下 1939年下丘之交 日军从包头向宁下开进 随西成为中国大西北地区 唯一的抗日战场 在那里 带领八十一军 与日军基战的将领 正是马鸿斌 这是马鸿斌 当时使用的望远镜 今天保存在 沈克尼先生的手中 这个人打仗了 非常的细致 这就随西抗战的时候 他亲自化妆侦掌 骑着驴 穿着长衫戴着礼帽 日军发现了以后 日军就追他 把他围在一个山谷里 咱们这边的 就是中国这边的部队的时候 听着枪响 一看怎么 马长官不在了 然后赶快派人吃人 把他给救出来 他这个作风就是这样的一个作风 行军作战 他是讲嘛 宁住坟地 不住庙 1938年5月 马鸿斌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随西防守司令 他的堂帝 宁夏王马鸿奎 将自己三个旅的兵力 交由马鸿斌率 宁夏二马再度结盟 共同走上抗日战场 此时国民政府精心筹备的一场随西抗战 刚刚打下 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位 据说日军是在调兵前将 准备在长沙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 要一举攻占湖南 中国华南的重镇长沙 那么国民政府包括江元长 他为了阻止日军发动长沙会战 所以就在北方发动了随远抗战或者随西抗战 他从华北 从内蒙古 河北 山西 调动了很多的部队 来牵制这个日军 您说的那个八股军的那种 姚哲 孤军 孤军 一个钉子一样钉在大青山里 这张图是日本驻蒙集团情报机构 标绘的整个内蒙古 中央军 近随军 马家军的 包括八路军的兵力部署 这张图很珍贵 我从日本带回来的 在大西北的抗日战场最前线 当年马洪奎与马洪斌的部队被称作是回教军 回教军 所以说这个马洪奎提到 他总结这次作战的意义 政治意义就是汉回蒙第一次联合作战 保安队 马子善 马腾交 马腾交 旅长 包括兵力 甚至是马家军的情报组负责人的姓名 这是看完了日本人1941年的地图 我们看一下马洪奎的地图 他是一个不合格的标的图 敌我都看不清楚 我曾经见过马洪奎的部署 王伯祥 这个人是一个江武堂出身的东北人 他就说马洪奎不要打仗不用地图 为什么 后套内嘎和宁营下的地形全革脑瓜子里装着 但是他打仗讲战术 在武家河趁敌人半渡而击 而且要求射击距离是多少 100米 200米 精确打击 马洪奎是划马 他不应聘 他打仗他不应聘 板渊争死狼 日本陆军大将 918事变策划者 日本清华日军总参谋长 1940年初 亲自来到内蒙古阿拉善 求见宁夏省主席马洪奎 到了约见的这一天 板渊很不高兴 因为划马根本没动面 他只见到了一位州代表 被马洪奎派取的国民党党部署 书记长周百皇 板渊质问 马洪奎为何不出现 马洪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 一字一句 记下了周代表 替他做出的回答 八国联军进北京 你们出兵最多 马家多少人在北平正阳门 被你们日军杀死 如今是家仇未报 国恨未雪势不两立 板渊争死狼拂袖而去 三周之后 40架飞机轰炸影船 您那个时候是做骑兵吗 骑兵 骑兵 大概可能就是骑兵 骑兵 骑兵 当时啊 那个骑兵 一个班里面有多少人啊 是按班算吗 那时候 见多少人 战友牺牲最多的是在什么地方啊 战友牺牲最多的是在乌伯朗口 乌伯朗口也有 伯仇也有 大战场也有 伯苑也有 刘河也有 山坝也有 老伯朗口也有 刺激也有 火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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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马对抗日军的坦克 手榴弹对抗日军的重机枪 在荒漠的边缘 迎面而来的 常常是日军的汽车 装甲车和坦克 这是老兵周晋朝 所经历的那场筋骨的高战 93岁的周秦朝如今已经无法告诉我们 当年他和八十一军的战友是如何一人一敲 用挖河放水的方式一次毁掉日军三百多辆汽车 他也无法告诉我们 当年他隔着黄河听见自己的战友被日军点天灯似的那种悲痛 1940年3月下旬,八十一军渡河南下 在黄河南岸的沙漠中 他们以运动战的方式痛击前来增援的日军 他们协同副作义率领的第十七集团军一起 收复了伊克昭盟东北部的大田国土 在学者马亭看来 当时被收复的五元县 是整个中国抗日战争史当中 不应该被忘记的地方 日军驻守五元的部队 正规部队不过几百人而已 所以像副作义和马洪斌的部队 收复五元的兵力也不是很大 战斗不是很激烈 很快的就收复了 但是五元的战役 在当时中国来说的话 它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中国从1937年 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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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五元是我军 中国军队 在这个不断的溃败 不断的失败当中 大举反攻 第一个收复的这个陷 老兵周靖朝在接受我们的采访之前 他的家人郑重地将一枚勋章 别在了老人的胸前 那是一枚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 这枚勋章是沈克尼先生至今惦年的一件新事 这枚奖章是他该得的 但是没给他发发 这是我们工作的事务 我当时是民政厅的副厅长 我分管优服工作 这个人没有报上来 当我听到他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把我自己珍藏的这枚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章 我送给他 那句话一定要留下 就是让他这个东西是他该得的 这是林下回族自治州的一个名叫狼蛙沟的地方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座山上住着一位上海奶奶 上海奶奶现在的名字叫马海里买 原来的名字叫做李金妹 1922年李金妹出生在上海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之后 她徒步逃难到了河南 奶奶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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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您 在那里 她嫁给了青海军赞边第一师的一名副团长 她的丈夫 名叫马德胜 怎么抗日的那段事 给我们讲讲吧 大成 我说开始韩成的不成啊 你说嘛 还成的 赞边第一师是当年马不方派往中原抗日的疾病部队 我们希望能请上海奶奶谈一谈 当年她的丈夫在河南等地抗日的经历 但是上海奶奶用一句对不起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她说她的心痛得很 讨饭到了河南 我们俗家的嘴不在笑啊 这不要说就这里好一点 说开始心里难受啊 我们对不起人家 你要把你钱挂着 你就是 我们就是来看看您 1937年9月1日 青海西宁大教堂里 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欢送大会 蒋介石宣布全面抗战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马不方就组建了一支八千余人的部队 就是当年的赞边骑兵第一师 师长马彪当时已经年过画家 在出征抗日的一年之前 马彪是在河西走廊 残酷镇压西路红军的青海军将领之一 在出征抗日的37年之前 马彪是追随马不方的祖父马海燕 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的老兵 我也知道马家有参与过抗战 但主要是因为马家本身 尤其是青马 当年跟中共的一些恩怨情仇 再加上马家本身在抗战的时候 或是他所有在民国时期 他们都不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 所以海峡两岸在谈抗战的时候 过去基于自己的本位立场 都不太喜欢谈马家的 谈也是清净点水 另外历史背景就是 日本在918事变以后 它炮制了满洲国 然后它下一步就是要建立内蒙古的自治政权 我们知道内蒙古有自治运动 其实它下一步 如果不是卢沟桥事变的话 日本也希望在西北建立一个回回国 等于是用满 蒙 回 结合日本的帝国主义势力 对中国进行一个有系统的侵略 当时要建立回回国里面 主要的要拉拢的对象 就是西北猪马 但是我个人发现 西北猪马在这件事情上 是比较有民族大义的 它没有去对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有任何的妥协 我想一方面是基于宗教 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因为马家 他们的祖先 他们都参与过八国联军之役 所以对马家来讲 日本人也是他们的祖先那一代的仇人 既然抗战打起来了 要求 那是国民党政府的要求 马武方要派兵前线去 马武方答应了 派了一个弃兵师 开到了河南 用弦来走口 那就是前线 花园口把黄河梯卷开了嘛 黄河水就不往东流了 往南流 东边就是日本 河西边就是中国 那个石在那儿真大了 那个账不好打 这么不好打 到处都是黄河水啊 你那人捡去就拔不出来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一位名叫马有光的老人 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 追忆当年青海军暂编第一诗中原抗日的历史 这篇文章收录于青海文史资料选集第十二集 审阅者是原名盟中央委员 原青海省委主任委员谢高峰 文中记载一场惨烈的淮扬之战 在东晋同关之后 青海军沿着黄河与日军展开较量 1939年八月 暂编第一师在淮扬城西关被日军围困 百余名士兵背水一战弹尽粮绝之际 投水殉国 淮扬之战 青海军一战伤亡将近两千余人 就连留在战场上的两百多匹青海战马 都被日军一次性用机枪全部射杀 传说市长马彪为了安葬回名将士 曾经买下了淮扬水战全城的白布 传说因为追随他出征的青海子弟大多战死沙场 所以马彪终生未回青海 传说当年出征抗日的青海军中也编入了一部分被俘的西路军 这些传说硝烟散尽 死无对证 也是在抗战期间 1941年 在白重洗视察青海之后不久 马布芳将原本由青海回教文化协会主办的回名中学 改名为昆仑中学 昆仑报就是昆仑中学办的一个校报 它的那个叫看守语吧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昆仑在中国的西北之巅 中华文明发源于那个地方 这可能跟那个王母的神话传说有关系 所以它是以一个中华文明起源地自居的 所以正因为这样的 所以青海建而肩负着正新中华的历史责任 马长贵那时正在昆仑中学就读 校长马不芳的到来 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不芳来的话就讲个话 大家顿远起来一直抗日 日本不打下去的话 我们明字就正往里带 这么做 反正是他合乎时代的话 一些人胡说 马不芳可精神的很 这胡不说 有的人说那是汇密嘛 他是马拉出生的 回民族的话 你还经常常常常常常 这些人来的那些 完全不值 快回去吧 别送我们了 别送我们了 心里不要难受了 不要再难受了 对不起 没事没事没事 好想不可吃啊 在林下的狼蛙沟山上 上海奶奶用一句对不起 在大雪中与我们告别 抗战结束后 他的丈夫马德胜 因为不愿意参与内战 而卸甲归田 带着上海奶奶 回到了这座山 在后来的岁月里 这个家庭 遗失了所有关于抗战的记忆 上海奶奶的儿子 马建山 在闲谈中告诉我们 他的父亲马德胜 当年从战场上 带回了他的坐镜 一匹黑色的产马 可是那匹马 终日绕山奔跑 不肯更天 中华民国猛葬 中华民国猛葬 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蒋介石亲自出席了开幕式 在这次大会上 蒋介石提到了马洪奎的父亲 马福祥 所以蒋介石亲自参加开幕式 这在回祖历史上 所以他发表了一个讲话 他认为中国有许多 有佛教 基督教 我们汉族信仰佛教 不能成为佛民 汉族信仰 基督教 不能成为野民 所以信仰回教的人 也不能成为回祖 国民党认为 回祖是威地生活习惯特殊的国民 这次讲话中 还提到了马富翔 他和马富翔经常交往 马富翔就是持这种观点的 国民党对回祖政策 实际上也是比较受马富翔的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马洪奎就是在蒋介石提到这个之后 他就在零下做非常积极的宣传 就强调回教 强调回民 这两个是可以用的 但是不用回祖这个称谓 回汉是一家难以 以后在零下范围内 一家人就不准再打架 零下的这个回汉关系 在民国时期就有了很大的缓和 整个民国时期 应该是说在西北 只有零下没有发生过 回汉的仇杀事件 就再没有发生过 接受历史上的这种仇恨和对立 所以马洪奎是做出了贡献的 马洪奎不是个木博士领的一见五福 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吧 从小家庭教育非常良好 金汉监睹 他在讲话的时候经常 零下是我的丧子 是父母之邦 敬娼 敬烟 敬肥 就是搞插火口啊 搞身份证啊 零下是全国第一个搞身份证的省 对这个 零下全省的 可耕地的这个一个测量普查 人口的普查 资源的这个普查 这是他做神主席之后 他是做的 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要做这件事 现在我们很多硕士博士 只要写了 零下建设 我都是这样做 你们先去把马洪奎的那个 零下见证书要 先找来看一看 他留下的就是很珍贵的资料 现代教育 现代医疗 还有一些新闻制度 在他们那个时代 当然他个人力量也阻挡不了 那问题是 他们没有去阻挡 没有想办法去阻止这样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讲现代化 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 而人的现代化最根本的 还是观念的现代化 1933年 父亲马富翔刚刚去世的时候 马洪奎开始担任零下省主席 16年后的1949年9月 人称宁夏王的马洪奎 哭着离开了宁夏这片赛上江南 接下来为您播出华润凤凰焦点关注